除了山的力量要接棒 新竹代理市長邱承遠 在高宏安社潭遭停職後 接棒處理市政 民進黨族市議員 北上開記者會批評 高宏安任內市政都停擺 不止預算執行率倒數 議員還售出審計室資料 一百一十二年中央補助款 考核情形 竹市在十六個縣市中 社會福利評比倒數第二 消育部分第十四名 財政績效預算執行第十三 相較一百一十一年 成績通通敬陪末座 還有今年一月到五月 四大型人死亡指標 竹市包辦三個第一名 這並不是一個所謂光榮的印記 而是一個哀傷的指標 全體的公務同仁 還有我們的這個人員 都非常的目力草包 那市政也都在穩定的推動當中 強調持續推動市政 而藍綠白傳出巧巧布局 二零二六市長選舉 竹市是否再度藍白河 國民黨新竹市黨部主委 李靖穎強調努力促成 最大合作空間 但李讓白的可能似乎不高 藍白河已經破功了 藍白河完全是一個利益的共生體 那所以其實新竹市民 還會給予他們第二次這個藍白河的機會嗎 高宏安一審遭重判 綠銀酸藍白河破功 竹市二零二六有誰當家 變數還很大 三省黃玉帆時全台北採訪報導